Hello 大家好 今集不是太多新的新闻说 不过也想坚持继续播新的资讯给大家 这里是BBGUN WARGAME AIRSOFT的频道 我是你的主持 阿Zo 自从P320出了Pistol 或者M18 或者M17 台湾厂出开Philippines的Kit 这家厂出了一个carbon kit 仿效振铁厂也有类似的Kit 它是比较毒牛色的 不知道会不会适合你呢 价格相对合理 几百元又有不同颜色 M17 & 18就很昂貴 RM后座有很多师兄找 究竟买哪一款呢 现在有一家厂推出了另一款 这一款后准色靠前 另外前不小是一个Fiber Optic 大家没买这款我自己都挺推介的 因为前面有Fiber小 就算不用红点 直接用Fiber 也是很方便 很快速去瞄准的 玩开AK的师兄也可能有点烦恼 如果我找噴火珠 又不能提供到24mm怎么办呢 现在有一个牌子就出了一款 直接是For AK 24mm 正牙的 连买那个噴火珠 真是超级方便 不需要夜光气时可以直接拆出来 当一个噴火珠或者火墓的形式 一举两得 上集马路已没有介绍到这把遗留了的Glock 19 Gen4 不用多介绍 只不过将Gen3变成Gen4的外壳 不过早前那条影片也介绍过 没兴趣可以看我的频道 最近潮流流復古 这个粉路牌就推出了For MWS的首抽镜版本 一致我满足了 来玩Black Hot Down或者Blood Diamond 做他们的主角 拿上身 好像很厉害 不过价钱就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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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钱也是其次 最大锅改了之后 马路已直接出一把 吹咩 不过我们香港人就很急 最重要是快 另外一间厂就推出了For AK-74105的Kit TWI我用过的鱼龟很帥 又出了独球式 大家没兴趣呢 独球式最棒就是把耳朵很响 打下去就试听之余 最后就想介绍一把 EMG成Crytec推出的P90电动窗 我自己第一把玩具的电动窗 就是马路已的P90 我记得好像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 这把玩具有很多功能 除了电动之外 它内置有Multifact 最重要我觉得就是 一个无弹不能够击发的功能 另外内置Multifact 一个T插的电插 而且它的trigger是可以教行程 或者缩短的trigger行程 另外就是个弹甲 它有一个50回合可以cut off的弹甲 另外可以调节到200回合 另外可以用回马路已的弹甲 不过就没有无弹不击发的功能 好像今年年底就会倒港 它前就会有进取3000多 而Crytec的质素就相当有保证 希望大家留言 我回答不到GC帮我代答 多谢大家 看打得多远 但是没得近 然后呢 另外Facebook我就很少用 这个Youtube都用了很多时间去弹甲 工具的时间抽少时间去弹甲 但又未能够和经常被人黄标 那先讲一下自己的心路 讲一下自己的近方 只要说一下自己的近方 找到敌人 但是我带我家 要抽小孩 不好意思 没什么时间打机 说真的打机 过了我最巅峰的时候 不过呢 最近我又打了很多 但都生疏了 遲些1-2场 应该可以回来的 大家要注意 还有呢 就要带些 防蚊的蚊膏 也好 拼蚊也好 有些师兄带蚊香 你又带些什么 去打游戏 普通 现在画到这样 这条线 几个蚊也好 如果我留言不到 或者是 Facebook我就真的很少开 如果真的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或者是 大家去 商讨详细的事情 就 在我下面的视频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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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回答到 就盡量回答给大家 因为我工作未必能够车回答到的 多谢大家收看 唉 说到这个位置 不好意思啊 今集 胆了多少 真是有急事 我看下来跑得挺远 但是没有敌人 不好意思啊 下次见啦 真的要走了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